不打电话不打电话太晚了不打电话 你以为都像我们要是夜猫子啊 有人做戏是我很规律的 不打电话不能打电话太晚了啊太晚了不礼貌太晚了大晚上跟别人打电话不礼貌你知道吗 也许别人正在做个美梦是吧梦里啥都有你突然一个电话把人家拉回现实中是不是 本来我梦里啥都有的 一个电话来了 传破罪了 那缺德你知道吗 那很缺德的 对不对 不打不打 他 他 我也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我也不知道站不在直播间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周老师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猜的吧真的你们猜的吧他在直播间他在直播间直播间2000多人你能一个个扒出来 顾名他知道没打一个你们就知道他在直播间你们心灵感应呢 你们是心灵感应还是自欺欺人呢真的 别逗了 放羊不提了吗 放羊这个事 不是阳光我阳光是大姐什么 不是阳光大哥呀 这个放羊这个事我说了知道吗一年之内 我就放了好不好 你给我点时间 好吧行吗 说话算数行吗 给我点时间啊 吃了把那个羊给他放了 也吃了把那个羊给他炖了 给他烤了 太久了是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白不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任何事情咱们循循而渐进 懂不懂 太急 太急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那一定是不长久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来明白扣播666来 明白扣播666 时间能检验出很多东西 知道吗 时间也能过滤掉很多东西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不要急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那些大师傅打坐 一坐坐一天 你看人家急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了是吗 哇 你这个说的啥话 什么叫放长线钓大鱼 我的 不叫放长线钓大鱼 知道吗 这叫过程 好吧 这叫过程懂吗 过程一定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 明白吧 那何况 我让我这个脸皮很薄 你看我脸皮是不是很薄 我脸都没什么肉的人 对吧 紧 紧都要等长了是吗 其实我这脖子也很长 就是 呵呵呵 把本身正牌没点的赶紧点起来 没加群的现在去申请第3个群啊没加过群的 去申请我第3个群第3个群还有40多个位置 明白吗 好吧 我如果不开播我会在群里跟你们偶尔聊聊天 懂吗 你们找不到我的时候 我在群里的时候 会跟你们聊聊天 反正我每天想点办法 给你们早补早补一下 免得你们睡不着 啥 迟了叫别人抢走了 你记住你知道吗 如果说能轻易被抢走东西 你就算得到你也留不住 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轻易被别人能抢走东西 你拿在手里 他也留不住的 明白吗 明白 客户666来 你买的客户666 觉得彭道说的对的客户666 做人 说话 做任何事 一定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智慧 是不是知道你 说对是吧 你这样想太随便得到的东西 太随便得到的人 那他一定太随便的 是这道理吧 是不是这道理 你这道理 你还有一句话说的味道好 两瓶若是长酒食 又起在朝朝和暮暮 是不是呢 对不对 牛水瓶是吧 毕竟读了一点书的 你知道吗 毕竟是读了一点书的人 感谢补丹的粉丝的牌 2000多个人的 不知不觉见2000个人的 瞎扯都能扯到2000人 撕在远方是吗 撕在远方是吗 久在心中撕在远方 对吧 如果黏到你好坏有更 嗯 干活把站干的三十万就来 反正我一百万个站下波啊 你们答应我的东西给我做的 好不好 一百万个站下波来 我数三人一起来 把站干的三十万就来 三 二 一来点 来 家人们动动你们的手 小手指 等我让鹏到下波的时候 体面一点 哪个女孩找到鹏上那都是一辈子的福气 你这说的我真的也不好意思 来双卖点赞中的开始 开始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活干活干活 干活 咱们 咱们有的东西知道吗 你不用蒸 你也不用抢 水到 自软取成 对不对 是不是热到你 你看你现在炒菜 你们家里天天炒菜吧 你们是每个人都天天在家里炒菜做饭 是不是的 你把那个火 你炒菜那个火又蒙了之后 菜是不是被你炒糊了 对吧 不要急你知道吗 对 顺其自软 有句话这么说的知道吗 一个电影里面说的 上天安排的是最大的 我会不会炒菜 我会不会炒菜 我不会 我不会那个我不会炒菜 你们有问题可以打在公民上啊 有问题可以打在公民上 不会炒菜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习惠不太会 家务 家务活我基本上都不太会 真姐还在问我多大年龄 刚刚30 前年人刚刚过的30 大家慢点点不然鹏到就下播了 你在搞着我现在来骗你们站一样的感觉 真的 什么叫慢点点点 点快的我一到100万个站我骗我100万个站我就下播了是吗 你们这个老东西真大真的 没事不会不会啊 跟你们聊到 聊到11点 好吧 聊到11点钟 行吗 还聊半个小时可以吧 不骗赞的 不是那种人 对我是不会我家务活 我家务活是不太会 宠习会吧 这个应该会吧 平原阿姨还在问我 没有没有 昨天没开播对 那刚才有人说我大蓝的主意是吗 你听得到吗 一个蓝的 如果一点一点大蓝的主意都没有 那他一定是没有组建的人 懂吗 一定是没有组建的人 一个家里的顶娘住 如果说是没有组建 那这个家庭绝对是 很摇摆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说我有没有大蓝的主意 我有 我有一点 但我承认 但是我更多的是 我知道一点知道吗 我在群里说的最多的事 我在我直播间说也最多的是两个字 叫包容 对不对 是不是 试着给我打个试来 我是不是说的最多两个字是包容 没有来一点一点 大蓝的主意一点都没有人 他觉得很娘炮 你知道吗 觉得很娘炮 你看现在那些小明星小网红 茶胭脂化口红对吧 穿的比女生还性感一些 有男的 那他绝对没有大蓝的主意 那他起码的血气方刚都没有 我告诉你知道吗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该有的样子 可以笑可以闹你知道吗 但是绝对不能哭 你不能这么说知道吗 不是说男人有大蓝的主意就女的就没有地位 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绝对的知道吧 两个人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 两个人最长久的方式知道吗 就一定是两个字要包容 一定是包容知道吗 谁都不是玩人 你看我你们该问我的 你们问我会不会做家务 我不会 你问我会不会做饭 炒菜我说我不会 我甚至把我 把我不会做家务 也跟你们说了 这就是我是不会啊 那你能不能包容我呢 对吧 对朋友 办事很严肃 直播很可爱 对 你办事的时候要好办事 你知道吗 对 我是这样的 我办事的时候 我办事的时候 我从来不息 我在公司里开会的时候 我也从来不息 我就在直播间 你也在我息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开心 因为我觉得在直播间里面 人比较放松 就不用绷着 你知道吗 绷着 你看我都绷出皱纹的 你看见吗 对吧 你看你心里都绷出皱纹的 看到没有 因为主播笑的很可爱是吗 不是我笑的可爱吗 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我笑的可爱 人家不是笑的可爱是有酒窝 然后脸是嘟嘟脸 那你还可爱吗 不意受 不是 不是故意受 你知道吗 你看见吗 勇于面对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君子躺当当 小人藏七七对不对 对他笑起来好看 他笑起来好看 虎牙我也有啊 我也虎牙呀 你很虎牙呀 很虎牙呀 你笑起来像个疯子 该疯疯该唠唠 你知道吗 该说说该下下 没事没事 我直播间没有黑粉 我勇于面对各种指责跟批评 你要有句话这么说的 叫一物不少 何以扫天下 是吧 你如果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 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毛病 你怎么去面对别人 是不是